哈啦 没不对 今天我们的航海要带大家来哪里 有看到吗 北港观光大桥 就是带大家来北港 好 说到北港 大家就知道一定就是要来朝天宫拜拜 祈求风调雨顺果泰民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会闻到浓浓的香气 这个所谓呢 只有麻油香 没有那个草料险 来这边就是要买麻油 道地的麻油 还有还有青蛙汤 对不对 这就是大家对北港非常熟悉的这个特色 但是 今天我们都做跟别人同样的事情 都有意义啦 所以 在乡亭的口袋里面 有着我们呢 北港在地的神秘人好朋友 提供给我的口袋名单 要带大家来找我们巷弄之间的美食 而且 听说都是在地人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的 排队的这个早餐也好啊 下午茶 是非常棒的料理 但是哦 我都没有吃过呢 所以大家跟我去探险吧 走咯 啊 來這裡一定要聽說 這個小道消息要吃他們家的煮麻糬 就是這間這間這間 你看喔 很多媒體都來報導耶 真的是非常好吃 所以一定要趕快來品嘗一下 老闆娘 我要來煮麻糬 妳有綜合的嗎 有 當然也來大分耶 看我的體格跟漢草也知道 大笨喔 拜託一下我正常來到這裡 當然也是要讓我最大分耶 當然是要看我的嘴巴 就已經流不停了 快捏 趕快把我捧出來 耶 終於讓我們吃到 陳述中的阿婆古代味煎白粿 一般都知道吃煎粿 可是叫煎白粿 聽說這是北港人他們在地吃的早餐 覺得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這個米酒 他那個醬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因為一般都是加那個醬油嘛 醬油菇啦 醬油青的啦 可是呢 他這個是用米下去做的 然後非常的濃稠 我是覺得應該蠻特別 因為我沒有吃過這樣的一個味道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除了這邊是當天現做 他的配料 還有一個東西也是 我自己做的 就是這個 蒜糧 一定要加這個蒜頭醬啊 吃粿怎麼可以不加這個 只是待會呢 可能 攝影師要聞到我濃濃的這個蒜味 停下來 超對味的 你一定要搭這個蒜糧 因為它的味道是有點滴滴 很濃 很濃 怎麼濃 那個呢 跟美乃滋的濃度一樣 可是它不像美乃滋這麼 這麼膩 它是有獨特的米香 而且它這個粿喔 很高級的 我剛才給你們說 粿一定要用那個 再來米 你用一般我們吃的那個 白飯那個紅來米 它是沒辦法煎到 做到這麼Q彈 很香耶 然後它有這個 米糧 他們這醬油也都自己 自己下去煮了 這麼大塊 這米糧啊 也是自己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 乾淨 而且我覺得也很衛生 重點是食材 用料非常的這個 豐富啊 看一下 這米糧不夠幸福耶 不知道能不能跟它加盟嗎 再加一開一家 還是全省同吃有沒有 欸這個 這是在外地你吃不到的耶 只有來北港這裡才有的耶 它的米糧喔 很Q的 而且你不要看它這樣白白淨淨的喔 那其實啊 很妙的是它這個 外圓啊 是恰恰 雖然不是焦焦的顏色 可是呢 它已經是煎到你搖恰的那個口感是很脆的 再吃一個 我感覺它這個 我們這個喔 算用起來是很中的耶 好幸福喔 那來這邊呢 嗯 除了澱湯粿 你還可以來上一碗 他們這邊 也是當天 非常好吃 也是店家跟那個 很多阿伯阿伯超推的 聽說叫做那個是什麼 那個那個 豬肥湯啊 清肥 這邊有迪惠疼 那如果說你不喝 有的人不敢吃豬血 來 為您獻上一碗 也是當天現煮的柴魚湯 那它這邊是免費提供的 可是你要小心 因為它那個真的很燙 有保溫 喔好燙喔 好燙喔 好燙喔 燙燙燙 好燙喔 喔 喔 欸嘛我退會的感覺 很好吃 欸我很推啦 真的 雖然有的女生不喜歡吃那個蒜頭 都不覺得她要加蒜頭 欸記住啊 這就是我們北港在地人 銅板美食必吃的早餐 就是我們阿婆古早味的煎半粿喔 好 說到吃炸雞大家都會想要去韓國對不對 我跟你說不用出國了啦 因為呢在這個所有全台灣的網紅裡面啊 都會推薦我們北港這一家炸雞 而且聽說它的皮薄肉嫩之多 我講到我很想要吃的 我一定要嘗試看看到底有多好吃 欸你看一下 真的蠻 看的都要流口水了 我想要 雞腿 雞腿雞腿然後 不然雞翅也來一份好了 還有這個 都來都來都來 好 雞排 雞排要剪嗎 不用剪不用剪 欸可是這個我要沒粉喔 好 不用謝謝 因為我已經很辣了 哈哈哈哈 這間炸雞到底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呢 讓這麼多網紅真香朝聖 這個味也太香了吧 齁 拜託拜託這麼久 我的炸雞到底好了嗎 耶 終於耶 這個等到了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 迫不及待想要來吃我 想想看我要先吃哪一個喔 欸 先生先生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你趕快去那邊排隊 嗯 我知道啊 你知道 欸 等一下啦 你是這邊的 我就是這邊的老闆 老闆 哇 老闆耶 好 既然老闆來這邊 就是要接受我嚴苦的考驗 好不好 好的 這個是網路網紅推薦的喔 一定要來這邊吃的炸雞 那我跟你講 我幾乎 你們的這個我都有點了 那我先吃哪一個呢 我先吃炸雞 這個阿雞腿好了 好 好 然後網友都說皮薄餡多 看起來 非常的鮮嫩多汁耶 好像在說吃我吃我 你們聽到 好酥喔 好酥喔 欸 你很冷靜耶 對 那種臉就是我造的宅力 有這種歡迎啦 對不對 超酥脆的 而且 你看喔 它的皮很薄 然後它的肉 重點是不會柴 對 對不對 對 到底怎麼做到的 這個粉是不是跟一般的炸雞不一樣 其實阿 炸雞要好吃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的東西一定要新鮮 再來就是我們的技術 火候的控制 至於調味各家口味不同 對 因為我覺得皮薄是很重要的重點 對 因為你如果吃到皮很厚 你就會覺得好像都在吃那個皮 油油的皮 可是它這個是 就比例上你就會覺得 非常的濃鮮和度 是的 就好像一個美女 然後她的那個身材比例 是很適中的 真的很好吃耶 難怪大家這麼推薦 欸等一下 這麼好吃我一定要再吃吃別的 好 這個留著我等一下繼續 推薦我們的地瓜 地瓜喔 怎麼好意思 還給你服務耶 地瓜 我們下來品嘗看看 跟外面有什麼不一樣喔 這是加美粉的嗎 對 這地瓜很嫩 而且沒有吃到它的纖維 地瓜有特別挑過嗎 有 有 對 也是嚴選在地的 當然是有時候季節不同 像現在夏天 可能就是台中山上 它這個氣候才有辦法 讓地瓜生長 所以你會因為季節不同 所以挑不同區域的地瓜 對 你好用心喔 對不需要這樣吃 那這樣你推薦什麼 再來就是我們 後期才推出的香酥雞排 喔喔喔喔 我把它切一切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幾塊鹹才會很怕 有沒有 你看這個肉 你看喔 你看喔 你看我吃就知道它的肉有多嫩喔 一般最怕的肉就是茶茶 對嗎 對 你這個一樣是沒醃過對不對 欸 雞排就有醃過 這個有醃過 對 可是你不會吃到很重口味的味道 對 客條 當然 我知道 要問來現場 對 神神秘密的 也不簡單耶 你這樣做炸雞做多久 如果從 因為我是第二代 如果從 我接觸炸雞這個生意的話 應該是 二十七年 當然中間有間斷過 喔喔喔 接觸這個二十七年 對 然後真正後來有去讀書 對 當兵 外面就業一陣子 喔 再回來 之後才會來接手 還好沒有回來接手 那我們怎麼吃到這麼 這麼鮮嫩多汁的這個炸雞呢 包括這個雞排也一樣 我覺得也 真的不輸給 有一些很 很大的這些店喔 雖然是在我們北港這邊 可是現在好像 在我們南部地區 蠻多地方都吃得到了對不對 欸 對 真的 自己一定要來北港這邊試試看喔 你看看這個肉 鮮嫩多汁 感謝媽祖母阿寶貝 幫我有機會 今天可以來這裡吃到這個 北港 我們在地的好朋友 跟知道的這些料理 就是我們的土豆油飯 我剛才跑到多少錢 你知道嗎 萬一卡布而已 我就吃不到 因為這是北港人 在地才會知道這邊的 隱藏式的巷弄料理 到底多好吃 讓我來慢慢說 給你們聽好不好 來喔 首先當然是它的招牌 就是我們的這個 土豆油飯 一般油飯裡面 是不是都是 可能是蒸過 叫酒而已對不對 這個不一樣喔 因為凌晨三點的時候 老闆的娘 她很早就會起來 準備然後備料 用這個油飯煮米蒸熟後 再拌這個土豆裡面 所以這個土豆香 是整個提味的精神靈魂 然後再淋上 滿滿的滷肉醬汁 誒 誠意十足耶 你知道嗎 這不說你不知道 它是銅板價 你會當它那個價格表 是20年前的 你知道嗎 但是它就是滿滿的一碗耶 真的是誠意十足 有 說那麼多喔 我要搖啊 讓我先吃一碗 耶 你看看你看看 這個就是要大口吃下去 好香喔 我最喜歡的是 它的肉粽 都是三肉 我不喜歡吃肥肉 可是它的三肉啊 也吃起來 是有湯汁的 不會這樣 乾乾乾脆敲敲 是有湯汁的那個 乳肉喔 這個滷肉喔 也是老闆 也都是老闆 很勇氣的人 那一大腳 這樣慢慢炒 慢慢炒 炒到那個肉在味 是很辛苦的 很香耶 難怪我們北港的朋友 這麼推薦 一定要來這邊吃吃看 你看 誠意超十足的啊 這個醬料齁 就是它那個滷醬 真的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油飯要好吃滷醬很重要 如果滷醬沒入味的話 真的沒辦法吃出 它這個這麼香 然後這麼提味的滷肉汁 好啦 接下來吃它的配菜 其實齁 你如果有看到它的香蕉啊 它的那個廣告招牌 配菜非常的多 然後呢 我點了這幾個呢 是我個人很喜歡 然後也是我的朋友推薦的 先來吃這個炸鮮蝦 它是整隻蝦耶 整隻蝦下去炸 可能你會以為說 哎呦 吃到那個蝦子 那個咳咳 會燥燥啊 然後 它不會 它外面炸得非常的酥脆 可是裡面的鮮蝦是非常的嫩 然後我剛剛是吃原味 你可以沾它的特製醬料 所以難怪我剛剛點這個 老闆娘他們都說 有點頭啦 表示認可啦 我這個對美食的挑剔的味蕾 也還是很有用的 而且我要給你們看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這是我幫路上搖到的 但是真的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喔 你看看它的盤子 沒有油耶 都沒有油耶 這是要乾燥的耶 你如果有做土地跟中泡山 應該就知道 很多的東西起來 通常會滿滿的一盤油喔 可是你看它是非常的乾淨 所以聽說啦 這樣的方法不簡單 這要乾燥 就是你起鍋之前 要先大火 讓它這個油的這樣燥 燥乾 就不會整個都油膩膩的 難怪喔 這邊剛剛很多旁邊的那個 帥哥都在推薦 這邊的客人都在推薦這一道 再來齁 我覺得這也是誠意十足耶 銅板醬 五十塊錢那是什麼 總統是不是 蔣中正 一個蔣中正油澡 香蹄 那是國父 好香喔 喔 它的表皮啊 也是酥酥的 非常的好入口 但是它裡面喔 不會乾喔 非常的鮮嫩 看到這裡 是不是很香腥呢 香腥你就要自己來這裡吃 我老爸來跟你們介紹的是這道 香腸 香腸其實也是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去管的 但是它香腸很可愛喔 你看 它不是那種 外面一般看到的猩猩腸 它是傳統古早味的香腸 他們自己管的香腸 只是做的比較小條 然後呢 就要吃啦 它這個 真的很古早味 而且 肥瘦中和 濃鮮和度 完全你不會覺得 太脆啊 還是太酸 非常地嫩喔 還配上它的蒜頭 人齁 名以實為天 你如果來北港 沒吃到這間的料理 你就不要說你有來過北港過 真的 這是我們非常隱藏版 超推的料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它滿滿的蝦仁 看到沒有 我只能講 他們真的是佛心將 誠心十足 來高朋友的啦 什麼料理都有喔 自己來現餐平常囉 北港真的是一個好玩好吃的地方 今天實在是太開心了 一次要去哪裡找客人來的美食呢 連我都好期待喔 來去一行啊來 先準備 五 四 三 二